这个苏拉台风是今天凌晨在花莲的秀林乡登陆 惊人的雨量造成各地大烟水 苏花公路立刻有多处摊坊 目前是全线中断 另外台铁北回线也因为铁轨都被涂湿覆盖而停驶 那么花莲县长傅昆奇今天炮打中央 他批评马英九总统只跟北区的六个县市做视讯连线 根本就不理会花莲 没有想到台风却是从花莲登陆 才会让大家措手不及 苏拉台风突然大转弯从花莲登陆 带来的豪大雨瞬间降在花莲北区三乡镇 花莲市美人溪暴涨 导致临近西边的复兴里车村之外 新成像的嘉明村合体也溃体 最可怕的哲氏秀林鄉的从德村 整片山壁上的泥水 夹雜的土石流勋泄而下 让苏花公路南端出口的从德村 马路与民宅 瞬间都被土石流淹没 尽管土石流规模并不大 但是还是让从德村村民下的半夜 紧急逃到高处避难 透过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对外交通中断的速化公路沿线 河平 河仁以及河中等三个村落 土石流灾情更加严重 还有一名矿场警卫失联 而村落里的病患都是利用直升机接驳 送往花莲慈激醫院安置 花莲灾情惨重 花莲縣长傅康齐 前往勘灾 对于中央也火力全开 質疑总统为何防災 视讯会议独独漏了花莲 才让花莲措手不及 防局统计 包括秀林乡的和平 水源 富士 景美 同门五个村落 还有新城乡嘉明村 初辜已经撤离了七百七十人 目前均安置在各乡镇内活动中心 对外交通方面 北辉铁路因为土石流掩盖 铁轨中断 预计晚间抢通 至于速化公路和中横台发现 沿线落实摊方不断 目前还是封闭 要等到整修安全后 才能开放恢复通车 记者我们家凯 欢迎报道